19.8米给大家发15盆 薄荷是一种比较好种的植物 这种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很多的薄荷品种都是可以吃的 不管你是做冷饮啊 还是有的话有在家里面调个酒啊 或者是有的话有做凉品 都可以加一点薄荷 现在我们的薄荷大概有10个品种 现在有的薄荷枝条长得太长了 我们要给它修剪掉 这些枝条长得太长了 长得太乱了 所以现在我们给它修剪掉了 然后留下一些根茎 19.8米给大家发15盆 只发根茎 我们在发货的时候把枝条剪掉 这根茎你栽荷上去之后 很快它就能够像这样冒出新芽了 薄荷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养的 都是根你看根都很好的 你拿回家以后换一个大盆 它很快就能够长起来了 薄荷也是多年生的草品植物 品种的话我们随机给大家搭配 只要我们有的尽量的给大家不重复 现在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品种 可能有几瓶会重复 如果有话有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去筹一筹 我可以去筹一筹就能够长起来